去过洛家寺才算不白来一趟泉州 这座漂浮在海上的寺庙被誉为海天佛国 免费打卡拍照攻略 立刻给宝子们准备上了 从泉州市区过来建议打车 车程一个小时定位黄金海岸游客中心 下车就是壮观的观音石像 远处海的那边就是洛家寺 场景非常的震撼 立刻就能拍出好看的照片 沿着海岸线往寺庙走 这座桥是唯一上岛的路 进入寺庙后怎么拍出里线同款照片呢 大家可以节奏保存这个路线 一是进门时封条雨顺拱门 需要排队拍照 二是洛家寺门头三个大字 三是与寺庙同框的机位 这时候就会发现下午来尤为重要了 献哥很多照片都是退朝后拍的 我大概是中午到的 只能在礁石上拍照 其实也很好看 身后是石墙 远处还有一艘船 可以拍出那种破碎感 除此之外 围墙边超火的人身机位 把旁边的人劈掉 就能拥有一张人身大片了 我发现寺庙的墙上 路边的石雕也都很可爱 入口海边的黄房子拍照很出篇 离开的时候 墙上还写着回头是岸 真的很有意思 还有更多寺庙细节 等你们来这里慢慢的发现